好,歡迎收看今晚的動漫無雙系主持人 又懷疑啦 鏡花先生 今天又有些好悶的東西 上次有人說這個沙盒遊戲 其實我很擔心沙盒遊戲是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是 我感覺上,我在設個題目下去打個字 沙盒遊戲 可不可以打開open world好一點 不是 因為雪山定義open world和沙盒是兩樣東西來的 的確他這一個是最後有解釋到兩者分別的 但是你看的時候,你看書名你不會覺得 有個遊戲像沙盒那樣,大家可能以為 你只記得寫app那些,有個sandbox那類的 你不會覺得這樣 我們贏了,今次只要看題目都應該會明白什麼 今次又是講書的,有一陣子沒講過 但是有一點點不同的 今次的本書比較有趣,先講一下名字 它叫做日本動漫畫的全球化 與迷的文化 作者叫陳仲偉 是台灣人來的 是的,這本書是很有趣的 有趣的地方在於 它跟之前講過的兩本有一點點不同 不同的地方就是 因為這本書其實是 這個作者的,好像是碩士論文 是碩士論文 所以其實它這本書和前面兩本的 最大的分別就是 即使你第一本 第一本其實它都是一些 算是紀錄項 或者是一些歷史性的東西 它總結了一些東西出來 但是這本就更深了 這本其實有種學術味在的 即是你當那些 DSE的人走去說 很喜歡的嘛 現在要寫一篇不知什麼叫 IES的東西 然後很多人就走去做動漫畫 如果你要做IES做動漫畫呢 那你拿這本書來抄 不是,參考呢 哈哈哈 引用 論文要引用的 就應該挺好的 因為它是典型的學術院派的文章 你不要教我DSE雞了好不好 到時怎麼想大學啊 不是,那你當是看review而已 沒有啊,你全部抄呢 你要零分的,不會要批的 老實說,你很難去找一些reference 那的確 我想它作為一個 因為始終你這個日本方面 當然有很多動漫的評論、分析 但是你不會是一個 但是中文的日本就太少了 而且你不是academic的東西來的嘛 很少academic 你不會有academic的東西 就算日本本身有很多 但是中文版就很少了 是啊,你英文又調轉,很奇怪的嘛 反而英文就有很多academic的分析 有的,但是你叫個中學看academic 英文就有難度的嘛 但是你本身說我的本身是日本動漫嘛 外國論文不是說沒有 但不是很多 如果你根據香港中文大學的論文規則 其實你可以引返日文的原文 他們不會介意的 那你的前提又要回到中學生 他想不想看這個問題嘛 I am關注DSE雞的未來前途 還沒講中文大學的 都不是的 大學都有人寫這些東西的 我深信 中文大學都正正是有一批學者 都很喜歡研究這些東西的 其實講了很久 其實都沒有講過這本書來做什麼 對 純粹是講大家聽完之後 可以怎樣有效利用這本書的名字 那這一集其實是沒什麼用的 給大家有些誘因大家去聽這集節目 是啊,你可以這樣想 是啊,可能已經有五分鐘之前 已經有人關掉這個節目的了 還沒到五分鐘的 哦,還沒到五分鐘的 老實講,他的題目 他講了,其實最重點是兩件事 一個是全球化 一個是謎的文化 一個是謎的文化 那全球化那方面 又是這個DSE通識的其中一部分 嗯 不知為何這麼喜歡講考試 那 寶貞天王怎樣 那他很有趣的 他講了一件事就是 全球化和帝國主義有一樣是不同的 因為他將美國的動漫產業去全球化 和日本的動漫產業去全球化 對,他將兩者對比 沒錯 因為他文化的帝國主義 和純粹的全球化有什麼不同 因為他最簡單 他作者引用過一個論點 就是全球化和帝國主義有一個不同的 帝國主義呢 其實是有一個偏向由上而下 有一個體制向的東西的 他是有一個政治和經濟意味的 但是全球化呢 就未必一定有的 即是他可以是一些無意識的 即是擴散 不知為何互相依賴 互相連結 接著就產生了一件事出來 但其實 他最初未必有一個這樣的目標 即是你當他跟現在的恐怖主義一樣 可能經常有一幫人 不知做什麼 突然搞搞一下 就越來越多人加入 搞到就變成一件很嚴重的事情 我想最簡單的帝國化就是 你想到就是所謂的文化侵略論 即是說的是 我將我當地自身的文化 架注於你身上 令到你覺得我要認同我這個文化來的 也是美國最常被人說的事情 即是麥當勞 麥當勞 民主體制 諸如此類的事情 但很神奇有日本動漫 其實不是日本官方推援的 是日本官方所覺的 是不知為何隆隆隆隆隆隆隆 到外面的地方 那麼流行的會是 這也是個文中最重要想說的 因為文章裡面 他講了三個重點 即是在全球化這方面 日本動漫要全球化 首先他有三個特別的地方 其中一個包括 就是有馬剛才說的 即是他本土 其實就不理別人的東西 所以其實他集中就是理他自己的東西 但問題就是他出到外面 就很靠代理了 但作者的議論論點就很有趣 他就說 因為有代理 代理就可以幫他再擴散 幫他全球化 但其實這件事我覺得就 有些是講不過去的 因為代理賣不賣的東西 純粹是賺錢的 還有代理是現在這十多年才有的 大概七八十年代沒有代理這個東西 以我理解這個說法是有些賭果為陰的 其實就是 即是你是代理應該是見到 至少以我這個年頭的代理去理解 是見到那個動漫畫 例如在網上Hit 見到日本現在有這麼Hit的東西 我就去代理那件東西出來賺錢 應該是本身那件事在你外地的地方有一定的人氣 才會推動到代理 去在那個地方發行這個動漫畫 那是不是賭果為陰了一點點呢 即使你普通商品不講動漫畫也好 通常都是有水貨先進來 接著有班一批人興的才進去代理 大廠例外 不過這個更加是 再舊一點年代的動漫畫的發行方法 即是當年開插板才有真的代理 這個提出了一個重點 這本書首先 它不是初版 它是第二版 近甚至就是什麼呢 其實它第一版 已經是2004年了 所以你可以反過來想 這本書本身的碩士論文 是一個什麼年代的東西 大概是 10年前以上 接近20 所以其實它裡面用的一些記憶 其實你不乏見到一些 可能是大家剛剛出生的年期 可能是96年 就算是2000年 也可能是2000年代初的東西 所以反過來這本書 另外一個有趣的地方就是什麼呢 它是一個很有系統性的去討論 動漫畫 或者動漫畫 會吸引 但是也同一時代 因為它已經是一個十幾年前的著作 所以你可以看回 究竟它說的東西 對比現在 究竟你還能看到這些特點 還是它在罵歐美的東西 讚日本的東西 會不會現在已經調轉了呢 這個也是另外一個 如果你不是做IES 這個是一個有趣的地方 當然 IES 你也可以討論這些 沒錯 剛才我們說了三樣東西 第三樣 包括了兩樣 一個就是 它本身日本動漫畫的一個特點 有一個代理公司 還有就是 它另外一個副題 就是 迷的文化 迷的文化 之後都會再討論 其實我覺得就是 它創造了一個wording 就是說 為什麼日本文化這麼hit 其實迷的文化 是不是就是 英文直譯的fans culture 都可以這樣說 因為首先 那個迷的文化 不是一個很迷的文化的意思 就是一個不思想的文化的意思 這個迷是說 粉絲 就是你愛好者那個迷的意思 是啊 所以它就 根據這些論點去再討論 它有一部分是講歷史的 那歷史的東西 我們N年前就講過了 就是我們有三集的 還有你講的都沒有意思 大家自己看 有些大同小異 其實基本上數據是沒有錯的 其實都是說手中自從那些 一定會講的 是啊 你不講反而就覺得你出來拍 那些 那些Eva 那些Gundum 這些一定會講的 然後又搬那些 鋼田斗師傅那些出來 我想大家都不需要多講 鋼田斗師傅 但是鋼田斗師傅 有件事情我覺得挺有趣的 因為其實書中它都引用當中的一些資料 那其實裡面有一個討論的 就是它講Otaku那個文化 就是乳澤族那個文化 那這個真的值得說 鋼田斗師傅定義的乳澤族 Otaku 和我們現在這個年頭的乳澤族 是不是有分別 這個也是一個很有趣的議題 你應該說 鋼田斗師傅定義 和實際上乳澤族 就是當年的乳澤族 其實當年可能已經很大分別了 兩件事 我用回它裡面的Wording 它裡面講的就是 水之眼 象之眼 通之眼 聽完你都不知道我說什麼 我引證了一些 我怕那些數據技能 Mothung的新的招名 它那個水是什麼呢 它是純粹的水 筆者講的解讀 就是對美感的追求 你可以當成 象就是Mothung那個象 就是刀象那個象 它說這個是裡面的理解角度 OK 通就是通過那個通 通曉 其實它帶出那個社會性的東西 筆者本身也有討論過一個問題 就是說 歐美動畫 對比於美系的動畫有什麼分別呢 它就說 日本動畫其實是很在地的 會很跟大家的日常生活 是很息息相關的 你不會覺得這件事很遙遠的 因為他說對比歐美的 你看到超人 超人是宇宙人 你不是宇宙人 你不是梁公春日 你就不會去找宇宙人 他要討論那件事 為什麼日本文化 這麼容易引人入星 或者這麼容易代入 就因為說 因為這件事 就是跟你日常生活有一個關係 但他裡面用不少的例子 或者有部分段落的 譬如說 他會說 美少女戰士 你想回其實都好像很合理 他們是一班女高中生 當成什麼 但問題來了 因為剛才說過 這本文化是十幾年前的 你想回現在 日常生活除了第一集之外 基本上已經不是日常生活 不是 他那是偏例 即是他拿一個學生 做背景的主角 和一個不是學生的背景 做主角的角色 因為社會人做主角當然不同 你拿回蜘蛛學給 學生都要上學都要打架 OK啊 放學就打架 上學就讀書 其實沒有問題 我本來以為 I am所謂是那些 校園奇幻之流的東西 那些 不是啊 即是那些 在學校裡面 我左手抱女 右手握劍的那些 他講的是那個 block的setting 即是他背景 那些人本來都是普通人 但是搞一搞一下 他變成怎樣怎樣怎樣 故事這樣開展 但是現在只限於第一集 我覺得重點都不是在這裏 即是你問我 即是年代不同了 即是我拿最基本的例子 One Piece 我拿火影忍者 跟我貼身的關係 那些不是副二代問題嗎 哈哈哈哈 這個哈里波特副二代問題 那個是 大陸仔告訴你 適合我的父親 是的 即是我的意思是 好的 的確日本動漫是有些很日常向的 跟你有接身關係的背景的動漫 是很流行的 譬如《戰士》 你剛才說 《女子高中生》 成為了一個魔法少女 當年《多拉艾夢》那些 你生活中有一個機械人 陪伴你一起去生活 我們跟著你想說QB 蛤? 你說完魔法少女 我以為她有QB 那個就不要接身了 是的 有這些的 但是 是不是代表這樣 就比較容易接受呢 我至少不覺得是 不關事 今次《阿納》那些都完全是彌撒地 去到哪裏死到哪裏 可能是現實 我也是很簡單的說一句 現在最Hit的one piece 最Hit的科影 已經不是這樣 而且她說美國 外國的動漫 其實我覺得她舉的例子很少 不夠全面 舉一小例子 還有她舉的那些是 怎麼說 很... 原祖那種 最初那種 因為大家都知道 譬如我現在看那些超級英雄動畫 Marvel那些 我已經不算Star War了 她其實很多都是二戰後的產物 其實她不是你老爸老母那個年代 是你老爸老母剛出生之前 你老爸老母剛結婚的年代 是你老爸老母的童年回憶 大哥說的 不是你老爸老母可能還沒出生 可能還沒出生 甚至是 是的 即是她是六十年前所有創造出來的 沒錯 你用那個年代去看 那那個超雲就真的很離地 亦都很理想化 那你甚至可以講到那個年代來看 手足自從 的確是自力去社會化 那你那個時候年代比較 的確是可以沒問題 所以會有個很大的差別 是的 反過來 你想一件事 就是我們快要上的 一套Marvel的電影 他跟著的Captain of America是做 Silver War 是啊 內戰 那Silver War他會探討就是 那些英雄登陸法例的問題 那但是 反過來想回 Silver War的漫畫那個原著 其實是零幾年的東西 他講了槍合法 是啊 所以其實是這本東西 寫好之後出現的東西 所以其實反過來你可以看 其實現在近這十年 其實未系的漫畫 反過來走回了 就是把這些不在地的超級英雄 或者是一些所謂的 idol 一些icon的東西 人性化了他 而反過來日本漫畫 在做的是什麼呢 那大家有沒有共同 不是啊 其實他舉例是很奇怪 他說神女超人 是差的 其實是好的 其實是一個女性是獨立的 神女超人不是的 但其實神女超人才是獨立的 其實就是跟著那個 九宮的人轉 九宮 我某程度上是理解 作者想表達的意思 例如說回 正直去寫那個文章 那個千禧年代 20000到2010的時候 最流行的話題 就是日常 非日常這個問題 就是我在日常生活裡面 我隔閉了一些 非日常的元素 例如梁光鑿有剛剛的例子 幸好已經是最極限的了 是啊 超能力者 是啊 非日常的時候 最欠掌下拿的一種 對不對 你在日常生活裡面 原來你身邊的是有戰鬥在裡面 你可以無端端進去這個 一場生死的搏鬥 好像很有個幻想在那裡 很有個幻想在那裡 那這樣的的確是 那時候動漫畫 可能可以令到你吸引力的地方 但正正就是 這一樣幻想的東西 你不一定是需要 代表你那個在地 不在地的問題的嘛 你火影忍者 你One Piece那些 在一個新的世界觀裡面 你都給到那個幻想的 同樣都可以吸引到人的 那是不是真的 這件事是最大的元素 是令到日本動畫 更加容易全球化呢 我就會有些保留了 我會覺得 重點是幻想不是在地化 我會覺得 那這個 我們當這個位置暫時打住 對 暫時打住 那還有另外一個比較 又是 從現在看的 你又覺得很奇怪的 又是拿個乾田出來說 他又拿回Otaku出來說 那乾田比較代表性的 那他裡面引用的一些數字 或者一些資料 那他就說了一件很有趣的 就是說 他用的文章 用回書裡面的說法 引用一個人的 他裡面引用了一位叫做 中島子 就是 Kon那個 中野子的子 OK 中島子 的一篇 1991年的文章 我不知道是文章還是論文 那他說什麼呢 他用了一個 對社會模範 造就了自我和創造力的分離 排斥這個現實 活在自己所存在的框架 小小的虛幻空間裡面 但我看完我也不太明白 這只是魔法就文 自我依傳話想 封閉空間人 我想 我至少明白的 他的反社會 雖然跟社會隔離 但不代表他反社會的意思 簡單來說 就是他正常日頭是會上班的 但是晚上他回家 他是會看動畫的 其實他簡單來說 我覺得他想說 或者他想說那群人 不會去殺人奉果 即是那群人不是 去破壞這個世界 他對這個世界 不是有那個破壞欲望的人 他只是想活在自己 他想要的空間 是的 這樣而已 你那個年頭一定會說 這麼多殺人事件 沒錯 留意一下 為什麼我們0044 會讀那個年份 因為他是1991年 反過來1991年 為什麼這麼特別呢 因為1990年 一九八幾年末 那段時期 就是所謂的有害圖書時期 就是宮崎事件之後的事情 是的 最明顯就是 因為他是這段時期之後 的一篇東西 所以會有這方面的討論 但是 除此以外 他講了另外一些比較有趣的 就是 我現在就不覺得 這些東西究竟是不是真的 大家可以理解一下 他就說 做了一個調查 都是1992年做的調查 大重英製造的調查 那他就說什麼呢 Otaku的人 就是交往數目 比一般人多 百萬個網友 那時候應該沒有網友 有其他方法 去認識朋友 類似不佑那些 然後還很厲害 一般人的異性朋友 就有2.8個人 而Otaku有6.9個人 這麼多 你是不是Otaku 我覺得自己是0 我覺得自己是0 我打給不到 這是什麼 我繼續讀出來 我是教練 我需要做Otaku 他們善於社交活動 月收入比較高 不要再說了 什麼 哪個地方 Otaku的人 我不知道 要收入比較高 這個人最傷我 很慘 很多人是工程師 和醫生 這個我不知道 是不是 年頭工程師 應該是很正常的 工程師和醫生 我不會叫Otaku 是看動畫 我也認識一堆 看電視的時間 比一般人短 我不知道看動畫 算不算看電視 應該是 他計算才看其他電視的節目 應該是 我想他的意思是這個 日本劇集一小時 動畫一半小時 所以就短了一點 還有他的新聞 可以 例如這樣 不看綜藝 簡單來說 數字上 他又用了這些來講 但是你說在那個 作者 剛才這個引用 回到作者的說法 就是 Otaku 他就會透過不斷深入的探討動畫 對於自己 對於動畫 再進入深入的分析 再組成一個團體 團體裏面再塑造出自我 然後再把動漫畫 不斷更新 那這個就是 日本的動漫畫 蓬勃的因素 我們簡單說 就是 同樣組織 是啊 他還要說 是很舊的同樣組織 是說你想 commit care 是commit care 出的不是畫集 是出的評論本 那些 不是 仙下聚會 現在還有的 都知道 但你不是主流 有時候仙下聚會 一起聊聊交換 因為現在沒有 不是說沒有 少 現在算不算是仙下聚會 我們一直都算 我一直都算 我們網程度上 都在做這個 當年團體做的事情 不過我們不是出評論本 我們出評論本 我們出評論本 對 他說了這麼大堆 其實剛才我也帶出一件事 就是同仁治 當時大家記得 最近有些很新的新聞 說到的 就是TPP 是嗎 是TPP 你不要問橫太平洋 不知道什麼 橫太平洋 什麼經貿合作 不知道什麼差差 全民真的不懂 Google好過 看我們說什麼 當時那個TPP出現 現在好像通過了 當然 已經通過了 最初他在爭論 我記得我好像拿過這本書出來 拍了幾版 還沒有 在這個page上 就是同仁治的問題 因為 我想你很難找到一個很學術的東西 去討論同仁治 什麼東西 我想除了這裏之外 那裏裏裏裏 有部份是講同仁治的 那裏裏 我想不再特別探討 去講 但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看回舊的圖 或者再貼上去也可以 其實他純粹是講 其實都是比較舊式的同仁治 那個概念 可能跟你現在同仁祥 見到的文化 就有少少分別 同仁祥 不是夠賣戲嗎 即是 你現在 至少香港的同仁祥 一定是賣精品 多個賣本 日本就是以本為主 是的 一個不同國家 有不同的culture 還是以十八禁為主 你說十八禁 阿山你幾天不說十八禁 現在不是十八禁為主 現在是以BL為主 十八禁也是BL 你應該對 十八禁 包括BL 為什麼 你還在排擠 是兩個分類 應該是男性向和女性向 十八禁和五十八禁 是 我錯了 不好意思 其實現在很多都是女性向的 我不管他是不是十八禁 其實很久之前已經是女性向多 不是 男性向已經越來越少 反過來 真的不是新聞 這件事 我們out of這本書 跳一點點 本書裡面的同仁祥 我覺得 其實是學遠一點的東西 沒有太特別的討論 現在的同仁祥 你覺得仍然是否同仁祥 我很懷疑 你這個同仁祥的定義 本身已經可以去到很深了 我不會覺得 南梁同仁祥是同仁祥 為什麼 我不知道 我回答你不到 我個人覺得 你意思是二次創作的故事和漫畫 它有故事嗎 那有些可以走沒有故事向的 有些可以走有故事向的 那它不是四格漫畫來的 那你有些可能是 例如十八禁的 就去賣牙 一去就 那你不需要有故事 十八禁也可以有劇情 十八禁也可以有劇情的 十八禁也可以有劇情的 可以有 但是 怎麼說 我覺得 你要做到可以符合到原本的故事 然後又有事做到出來的 又有事說到出來的 甚至你最後那版你會笑的 基本上 你一年都一兩本的 我想最重要的是 現在很多同仁祥 不是想用原本的故事有什麼新言 相反地 原本故事裡面的角色 一些特質去做新言 例如性格上的東西 配對CP上的東西去做 可以脫勾故事的 其實已經基本上 故事沒有用的 那你 即是你說CP 可能我不喜歡官配 或者喜歡這個配 那我來畫故事出來 那你跟RPG有什麼分別 不 還有一個情況 他們是sale畫工 他們sale畫工 被人家看了之後 可以上做 那可能有其他工作去做 即是他們主力做其他工作 同仁不可以展示他們畫工 所以是宣傳媒介 所以其實故事不重要 他自己畫得好 他那個同仁不是想說新言的故事 所以故事繼續去說什麼 是說我想 achieve 我在故事裡面做不到的東西 做不到的東西 不就是分別的 例如沒有的CP 例如說的 或者我發現過 我已經畫過新氣出來 反而那個就真是舊性 那個沒有了 但現在你知道 根本舊的都沒有了 現在已經很少了 即是如果要去到這麼舊的 同仁志的說法 就很少了 而且現在有個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 一些大手 你會發覺有時候很奇怪 即是他長期都有東西出 突然間出出一下 他不再畫同仁志 他畫了一個original的東西出來 那我不知道怎麼回答你 我純粹覺得就是 是不是他不喜歡畫南樑 或者他不喜歡畫 之前那一陣子 總之不同流行的東西 總之這陣子流行的東西 不是這陣子 這幾年 這幾年那些同仁志 都不是很以動畫 或者漫畫為一個 我當那些叫做遊戲 但是那些遊戲 不是故事的遊戲 只是有角色設定的遊戲 你這個意思 即是南樑本身是沒有故事的 或是小許的故事世界 即不是重點 不是那個 可能有小許的設定 背景 我又不太理會 當然你一定有人質疑 你這樣連東方的東西都可以否定 我又未去到那個階段 但我覺得 以前你會看到有東方 有其他那些東西 但現在不是的 現在你看到就是很dominant 其他那些已經壓到很小了 如果是那位作者說 同仁可以令到動漫七更加蓬勃 我不推再前一點 我推以千禧年代 三大同仁 那些東西真的在創造一些新的作品出來 那時候的同仁 那些人都是在發表一些新的作品 其實他們都是 即是他們是可以創造 可以靠這個 例如東方的例子 就是他們做一隻遊戲 然後inspire更加同仁子 去確闊他們的角色設定 的世界觀 這一個是 令到動漫七更加蓬勃 或者是靠同仁市場 本身可能不容主流市場所容納的 或者是作為一個士金石 去令到他們 進軍到主流市場 Face的例子很明顯 現在反過來 就是那些人上台 就變了 在書面那裏 封面那裏 突然間就想 去冤冤那裏 那裏 然後這本不用買 變成這樣 現在反過來 靠我的動漫版式 今期流行什麼動漫 我畫哪一隻 今期流行什麼題材 我畫哪些 他不是靠他的作品 是靠他的名氣 如果今下期 不是這個動漫畫 就已經是 那反而所以我會 雖然你跟人 未去到我 好像有這麼深入的理解 我會懷疑那些大修 是不是之後 他創出自己的原創系列 是想 藉此轉型 去拿個人氣 然後去創自己的作品出來 或者進軍去賭 需要市場 可能是 至少我看到 如果現在 比較容易出現的情況 就是 例如可能P站 有一個很流行的四格漫畫 那個四格漫畫 那個漫畫 被人看中了 被人看中了 被人去商業市 開始連載 成為了職業畫畫家 例如這些簡單的例子 就是怎樣 和人市場 帶動動動漫產業的發展 因為如果作者 說到乾田斗司夫 就真的很舊很舊年前 那些乾田斗司夫 就和鵪野獸明 那些人困在一起 然後做了Gannessy 那種年代 我相信現在 就很難再出現 已經 收拾了 Gannessy就沒有收拾了 人家只轉去 另一家公司 開了自己的公司 這家公司 Gannessy還存在 這家公司 當它存在 他那種年代 已經是很舊很舊的事情 最後 他迷了文化 我不知道我算說了沒有 還是提了沒有 因為他迷了文化 意思就是 其中的他們 包括了同仁智 包括了他的特點 還有其他東西 比如說 COSPLAY 其實他是這個 用回他一開始說 帝國主義 和全球化的分別 就是 全球化 那些人是 scatter出來的 但是 COSPLAY 就是這些 你看到 在不同的活動 或者場口 會有人COS 他不是有人發動 那些人是自發出來搞的 是 他是由喜好者 由個人為單位 觸發出來的事 然後 你造成一個 atmosphere 去再感染其他人 或者去推人入坑 那這個 其實我覺得 這樣提一下 我覺得可以 不算 不算是一些很特別的論點 以我而言來說 但是 反過來 他回到另外一個重點 全球化 那作者 剛才 我們一開始講過 他說全球化幾件事情 我們就覺得 其實不太行的 有一點點 反過來 他到最後 他就說 全球化 有三個阻力的 有三個類型的阻力的 那當中 包括是什麼呢 他用他的wording 叫 殖民文化論 那他所說的是什麼呢 就是說 有些東西 你搬去其他地方 其實事情是不合理的 例如說什麼 日本人有這些文化 譬如說那些飲酒 或者這些 那些 但是去到外國 有些地方 人家是不會容許這些東西出現的 簡單來說 好像電影那樣 送來香港 當然要電檢子 如果你去戲院留意一下 就會有 就說 這段片 被人剪了什麼 多少長度 會有一個提到 其實 香港最簡單 可能是剪了爆頭 拿路 類似那些 但問題在這裡講話更甚 因為 已經不是聖光的問題 其實 你的內容上 跟別人的文化 是混不起來的 例如 法國人會這樣 來做 表示你的你好 Hello 但是 亞洲人很少做這件事 簡單來說 都是文化革幕的東西 但是 我反過來 我想問 文化革幕的配音 算不算是 其實不關配音 很簡單 我講 韓國 人家是連你裡面的 人家都去改了 告訴你 然後還說地方名 其實不關配音 配音是一個在地化的過程 而是問題 他們這個國家 對這個動畫的態度 簡直是 選擇你 變成韓國人的名字 也可以 以前香港是 變成中文名的 現在都沒有這件事 關乎 一個地區 他們怎樣 推動動畫的態度 我有些覺得是年代有些不同 例如簡單來說 有馬的例子 高達裡面所有的角色 會變成阿寶 那些 在地化的名字 到現在 反而你是覺得 如果這麼在地化 我不如不要看 對不對 有個例子 我就是想看你日本的動漫裡面 我的配音 聲優的演繹 他們的文化 我這樣才會吸引我 如果每個人都一樣的話 每個人都很香港 不要看香港的電影 為什麼看日本的動漫 不需要 其實 很多作品都會這樣 例如我們讀書 幾次看原文書 為什麼呢 翻譯到之後的書 可能不跟回原文 你要想學外文 或者想看原來的神粹 看看原文版 英文版 外文版 法文版 其實這兩個選擇 又不一定是 但是當有個中文翻譯本 郭小舍翻譯了之後 裡面的東西變成中文 他們的地方 去到中國地方 吃進去到中國食物之後 你覺得這本書 還是不是原本的作品 我想最容易 有一些例子的確是文化的 令到一些動漫作品 是不能夠在另一些地方流行的 例如最簡單 我經常說 企我冠的例子 在英文圈是很難理解的 企我冠 為什麼呢 對英文圈的人來說 他裡面所表達的文化 含義很難理解 你如果不理解 日本發生過的事件 日本的一些社會 的氛圍的事情 其實他是很難理解 為什麼有這些事情發生 或者是一些歷史背景的事情 對 或者是這樣 例如 甚至 有些外國的電影 那些戰爭的電影 他講越戰的 可能你都不會有很大的感受 我們沒有 怎麼說 沒有切身感受 對 跟我們好像沒有什麼關係 沒錯 有這個機會 但不代表 你一定要融入當地文化 才那些作品可以Hit 我會這樣說 對了 但相反來說 很有趣 他說有三個阻力 但其實他第二和第三個 我覺得其實是一樣的 他第二個叫什麼呢 就叫做 動漫畫暴力色情有害論 OK 第三個叫做 保護青少年不受動漫畫毒害 二三是 我想是因果的關係 是啊 暴力和性愛 不一定是毒害 但毒害可能包括暴力和性愛 你明白嗎 不明白 我明白你想說什麼 嗯 是啊 所以這件事 其實這件事 用回中文的語法來講 這叫做總屬關係 應該是吧 你有水果 有水果 蘋果和橙 是 那種感覺 蘋果和橙其實是水果的一種 水果不是蘋果和橙 所以毒害的包括了暴力和色情 但還可以包括其他東西 所以這個就是 比較奇怪的東西 所以我不認為這件事是兩個項目 我覺得其實你應該當一個大項目 寫到問兩個項目 不是很好的 這也只有三個下去 真的 拆開它 和我上市 你問我那兩個項目 就已經講到沉了 是啊 我明白的 作為一個大學論文 是需要寫這些東西 那你才夠全面 那不是的 他為什麼會這樣分呢 他用那個分法就是說 前面那個 暴力色情有害論 就是講意大利的 哦意大利 後面那個毒害 就是剛才友文已經提過 就是改到癡性的韓國的 哦 所以其實他是用兩個國家過去的一些事 來去延伸他要討論這個問題 那當然 但是我就不覺得說 其實他純粹是兩個例子 他就不是兩個項目 是啊 我又理解不到為什麼他這麼分 就是偏向那些責任犯 可能已經寫得很累了 那一定有些位置是這樣的 我覺得沒有什麼 寫到百多項的時候 隨便啊 已經亂寫下去了 我明白的 那倒過來 這些就是一些老調重提的東西 就是那些什麼有害啊 色情啊 十八禁啊 暴力啊 那些東西 那這個我想我們就不會特別探討 因為這些 就是 講到 講到N年的東西 反過來我覺得比較有趣的東西 現在你又可以再理解一下了 他裡面最後 算是最後的一部分 其實算不算最後 其實只有三分二而已 他就用了這個 迪士尼和荷里活的比較 這個有趣的 這個挺有趣的 那他裡面 學術的東西一定是這樣 他是叫什麼呢 垂直整合 對於這個平衡相連 其實他是講到製作和發行的模式 那他所講 即是top down那些 是的 你懂得到英文了 是的 那他裡面所講的就是 荷里活 加油 我覺得這個很難解釋 怎麼樣 你照讀 加油 很難照讀 這個不知怎麼辦 這個荷里活 整件事是一流水式作業來的 製片啊 發行啊 導演啊 賣出去啊 收錢啊 全都是一條龍做的 簡單來說 你想像阿信奧那樣 大家可能會斟著說 喂 那動漫的製作都是很垂直式的 不是 他這裡不是說製作 他的發行 他是說發行到外國的例子 即是 例如最簡單就是 迪士尼最明顯的例子 迪士尼自己有自己的發行公司 在外國再發行的 是的 這個最簡單的例子 他自己的戲院 自己上發行公司 這個就少些國家做到的 因為美國才有多些迪士尼自己的戲院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香港的電影的發行 其實你說 一般動漫的電影 通常有兩間 我不算美系那些 你一系就是 新影 是的 New Vision 一系就是MCL那邊 即國村 國村 只有兩間而已 但如果你說歐美系那些是什麼 很多時候就是華納那邊的 所以你看到其實很明顯是 他們自己有自己的系統 就不會跟當地的有什麼連結 其實他是國際性 所以其實 呼應一開始這個主題 其實這種是真的 文化大國主義的 因為他是一個有系統性去管理的東西 他不是scatter出去 沒有特別的 你自己喜歡為什麼 有一個代理有一個發行 沒錯 他是不同的 人家本身是一開始的原意 去發展那一刻 已經有這樣的想法裡面 還有美國政府是暗中 大概是鼓勵你們 即是不是日本政府 那些後知後覺 哇 動漫很HIT 我用來做Crew Japan 是說而已 真的做不到 但是 日本是另一件事 日本動漫民已經知道 我不需要多說 我相信 還有他裡面所提到的 就是說 迪士尼在告人的版權 告人的東西 我想這個是和同人Culture 最大分別在這裏 你也可以這樣說 是的 他裡面用的例子 這個例子已經很久了 我想 已經不是老爸的老爸的問題 他1930年代 他說迪士尼去告伊索語言 他裡面告的是什麼 迪士尼最後要拿到版權 結果 他有沒有說 他講了哪一套迪士尼的動畫 所以是 他沒有特別提到 因為很多套都是在告伊索語言 因為他說裡面有很多東西很相似 所以大家就在那裡爭辯 就好像蘋果和三星這樣 但是爭辯到最後 迪士尼贏了 所以迪士尼呢 就沒事了 然後更甚至去到近年少少的 這個好像是03年 就是說 都OK啦 他就說 阻止這個Mickey Mouse 成為這個公共財產 大家都明白啦 公共財產 就是選這個 你沒得收稅 沒錯啦 簡單來說就是這樣 即是你沒有了一個Income 還有大家最喜歡罵 擺拳老鼠 喂 大哥 你搞這尾公共財產 我最少賺錢的 這樣 聖日哥 現在的公共財產 就唱多年了 是啊 真的 反過來 我們剛才提過 如果TPP出現了之後 這件事又是不是真的有分別呢 TPP那時最大斟酌的條文 就是飛親告罪 那件事 就是飛親告罪 我最簡單的說 法良士可以補充 之後可能有的話 就是 你不需要版權持的人 自己去告那個人 非版權持的人 或者公權力的人 即有公權力的人 已經可以去告你了 簡單來說 即是有點像當年 拉BT那件事 那件事 有少少像是這樣 其實 所以就是 那時候就是 這個政策是最大的分別 日本的同樣文化 是比較有趣的 公司是很隱悔的 基本上 他不會理你 他基本上是用膚色地帶 去做這件事 除非你踩到他的尾 例如多拉A夢事件 一個多拉A夢的同樣漫畫 或者是高薰少女 高薰少女可能更誇張 因為那些沒有版權 甚至是商業化 因為主要的問題 這兩個都是 去踩到尾的問題 基本上大幅不是很理你 即是向作家自己鼓勵你 日本那些就是走這個 不講到明 但就不會阻止你的路線 這是中國式的典型思維 大家不講 不知道 沒什麼 是不是 看不到 同人牆 外面車身分不見有 報攤不見有 書學不見有 OK 當帽子 看不到就當帽子 或者他覺得 給你在這裏都有他的發展 這個可能就是作者的論點 就是這個 同人可不可以解僱到的作品 令到更加去有人氣 今季整個CommerceC8X的場場 全部都是我的作品 90個的作品 怎樣 我會比較威風 那你應該是DMM 反而我覺得 以新的論點來說 迪士的動畫 都可以跟同人有關係 不過我們可能知道 有先講 還是現在講完 不是有的 因為我想拿Frozen 即是冰雪奇緣的例子 講一點 不是說BR版的紅色 即是Elsa和Anna那個 冰雪奇緣那個 我忘記了中文叫什麼 你就是這樣說 是冰雪奇緣 冰雪奇緣 其實中文譯名是這個 我忘記了 冰雪奇緣 大家跟證我 Frozen Frozen這套東西 我覺得多或少 都跟Fans Culture 是有些關係的 首先給一個補充資料 就是這套東西 迪士尼這麼多套以來 最能買得的那一套 票房 只是說票房而已 我已經不計 那些相關產品 之後那些 開設是落後的收益 我已經不計 只計票房 已經是最能買得的了 Frozen 我覺得最大的特點是 它真的 是很抓到 這件事 就是給大家 有更多發揮空間 其實你很少見 一個白雪公主 有灰姑娘 跟人本 有 有的 少 但是 Frozen 在Fans Culture 尤其是Enna Elsa 這兩對姊妹 是有更多的東西 給他們紋身去創作 去做一些Fans的Fiction 例如 可能他們兩個 作為一個CP 一些白盒式的東西 這些都有很難 但我的問題在這裏 它那個大勝利 我覺得是 它可以 一套作品 然後 Dominate 了很大的 小孩子市場 是嗎 當年 Pokemon 也算是很神功 或是數碼暴龍 我會覺得 純粹是全球化 還是 比較 regional的分別 的思理來說 就是 小孩子的市場 自在必得 我反而覺得 這樣可以賺到更多人的市場 小孩子的市場 自在必得 我覺得可圈可點 好像那些Inside Out 那些 那倒是對的 但Inside Out 對迪士尼來說是另一條 對迪士尼來說 就是 Pixar那一隊系列 大人小孩都對 相比 迪士尼那些 比較著重小孩 那方面 它說的都是比較簡單的 雖然近年也有些改變 對 對 這本事 它最後還有講一些 即是講那些 潛之馬 未來那些 但其實它說的 都是一些很理想化的 或者是一些 都是一些老鏡的 圓景式的東西 對 那些我們都是不會講的 反過來 問到大家幾位 去到最後 覺得現在 它裡面講的內容 跟大家看回 當時 現在的今天 有沒有些什麼 拿來覺得 都幾荒謬的 聽起來 或者搞笑 聽起來幾荒謬的 搞笑 其實之前 他有講過一些東西 他有講過 那些動漫畫 再延伸出去 六樣東西 說有些什麼 玩具 食玩 這些 那樣 但我一直在想 食玩 其實現在都養了很多 不是 食玩 不再是食玩 是換食 他玩具 打過食物 有貴過 即是 本地可能買下 NG門鎖給你 都有的 例如 鬆影系列 光絲未燒 RIDER 都在靠這些賺錢 對比 大概 這本書寫的之後 那個年期 十年前 現在的食玩 我覺得是弱了 不是啊 更厲害了 例如戰隊機械人 以前我們戰隊機械人 出口金 很高可動性 很硬直的食玩 是炸流灘的 而現在 食玩的可動性 和結合度 比出口金更厲害 所以我告訴你 站在那裡不能動 我可以放一些 簡單說 如果比起本書 現在年初 賺錢的方法 越來越多 押首卷 例子 是吧 星優Event 以前沒有做星優Event 不是 星優Event 他本書寫的年代 是星優 才是偶像化 開始更加紅 這件事 還未出現 也不是 林元 他寫的就是林元慧的年代 也是 那又 撒雨三家 是剛開始掘起的年代 掘什麼起 還未掘 都正在掘 他初版的時候才掘 都是他開始 建立自己的Fanbase 他出書 但那時候還未到賣 券送CD 他二冊的時候才是 軟三家 可能最紅 他出第一版才是04年 大家還未 他那時候 怎麼可能想像 星優可以搞Event 對他來說 他電影就是在電影 電影可以每個星期 換一件鎮品 給人再看一次電影 每個星期 有不同的特典 這種手法 他未必想到 沒有 所以那個年代 有點不同 但是 如果你說 以一個學術討論來講 的話 他都還有看的價值 或者反過來 你可以說另外 喜感一點 就拿來 會心微笑 還有你幾多時代的變遷 絕對 還有我最重要的 學術這件事永遠最好的地方 就是 系統化 嗯 還有前因後果很清晰 給你看 還有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說 你去不同年代 去看這本書 就發現到 那個年代 原來 有些人的想法 你不要管 他那個想法 是真假 還是完全反映現實 但是 你會看回來 如果你覺得 是不對的 那種荒謬 你應該對這個時代感到唏噓 還是覺得他進步了呢 如果他講得中了 那你覺得他有潛沾性呢 還是說什麼好呢 這也是一個有趣的地方來的 所以大家 無論你是 純粹一個好奇學院派也好 還是你想說 咦 我想再深入一些研究一下 或者是可能我要交功課的 交功課 好意思 好意思 那都不妨 拿這本書去研究一下 好啦 那今天就到這裡了 好 拜拜